嗨,大家好,我是香川 今天新卖有这个汽车和摩托车的展览会 如果你想要在泰国生活的话 这个汽车是必不可少的 今天来逛一下这个车展 看一下汽车和摩托车的行情怎么样的 这个也卖掉了 这个卖掉了 今天的这个车展呢 有新车和二手车 二手车很少了 只有两三辆很少 因为疫情的原因 现在泰国有大量闲置的二手车 性价比都很好 还是很适合入手的 这个车多少钱啊 这个颜色好鲜艳哦 104万吗 哇,里头正价的 这全新的车哦 104万 这边真皮的 我看 黄色哦,现在好 打贵车 你试开可以 这个E就是英文 Electronic的第一个字母 Epower就是它的混合动力 油电混合车 油又可以烧油 然后烧油的同时它发电 嗯,这个新车哦 这个还可以 来看一下这边是 来看一下这边是新车 新车67万2千 然后打折 67万2千 滑了一个盖 这个白色的多少钱 这个福特 这个49万 49万没有折扣了 这两个 这两个都是新车 这两个都是新车 152万 152万9千 152万9千 泰铢啊 这是三菱车 日本的 在泰国 日本车比较多 这是所有东南亚的 日本车都比较多 这里还有一个 这个蓝色的 这个蓝色的多少钱啊 这个是三菱啊 这个车怎么感觉像是新的呀 好像这个是六 六座车 感觉就像新车 不像二手车的 这就是新车 这就是新车啊 这新车还卖这么便宜 这个车仪估计很便宜吧 44万9啊 这是迷你型的小皮卡车了 可以拉货啊 都是可以 这个是那个泰国嘟嘟车 这个拉克的嘟嘟车多少钱啊 斯巴鲁 这是2014年的吗 对 但是这个斯巴鲁的 这个样子的车 真的是很少见 148万 148万 2014年的车 对 这个奔驰多少 135万泰铸 它可以首付 还有贷款吧 对 2014年 1819 2025年 5年的车 2014年 这个是奔驰250吗 多少天 10天可以 10天用完以后 可以随时无条件 退换货 109万泰铸啊 109万泰铸啊 那还有这个呢 这个是什么型号 109万泰铸 这个是什么车 这个是小迷你 这个好像挺贵的 140多万泰铸吧 这个是 看压金 88万 88万 我估计这都不是全价 这应该是首付 首付的价格吗 对应该是 应该是 这个是电混车吗 因为这有这个标志 有这个标志的 就是电混车吗 再来看一下 摩托车的这个价格吧 在全泰国 都是可以骑摩托车的 如果有辆摩托车的话 还是很方便的 这些摩托车 怎么这么贵啊 有些比汽车还贵啊 对没错 摩托车就是比汽车贵 30多万泰铸啊 这个人 31万 31万 但是这摩托车 真的说好酷啊 太漂亮了 宝马的摩托车 好像都是 15-10万人民币啊 宝马 看一下这个 这品牌 我有这个更贵 这个是157万泰铸 这个更贵 这台车已经跟那个 我们的那个 Saborro比我们还贵10万块钱 比我们的Saborro还贵 我们那是1407万 不1507万 这个摩托车是带空调 对 摩托车带空调 太夸张了 看那一表盘跟汽车一样 有四个盘 带前车音响 好酷啊 这辆摩托车是多少钱 太多 98万 98万 哇 那比小汽车还贵啊 这个摩托车 比那个刚才咱们看的 哈佛还贵 那哈佛才89万 看看这辆车 这辆摩托车是多少钱 75万 这个是75万8泰铢 都可以买辆小汽车了 这摩托车 卖的怎么是比车还贵啊 90万泰铢 十几万人民币啊 对 这什么品牌啊 看一下这辆复古的摩托车 60万泰铢 60万泰铢 这个是65万泰铢 刚才那些可能是越野的摩托车了 所以卖的这么贵 我们家的摩托车 才买了2万多泰铢 买菜啊 还是骑出去 都是一五块一方便 好了 我们今天就逛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